猿神中没有派门的玩家到底有多逆天 众所周知 猿神在新手前期没有和派门对话 就意味着没有元素技能 风之翼 抽卡系统以及主线剧情 而这样的地狱级模式就被称之为猿人 是猿神中最极端的玩法 没有组队功能 没有人带你打怪 可偏偏就有一位名叫Amatorian的玩家 却将这种只能跑步 和平A的猿人玩法 用三年的漫长时间 向大家展现了另一个世界的猿神 他依靠赢 打到了深渊4-3 通过热武万名同行 获得了第一位伙伴香灵 普罗米修斯的火种 在此刻点燃 有了香灵 就能解锁大部分地图榜箱 深渊也一路打上了11-2 可因为打不出元素反应 被卡在11-3迟迟上不去 没有风之翼 就靠深渊法师偷渡造漆 没有元素反应 就靠平A一下一下 捕十五花 就这样到了3.1版本 旅行者何厨子的队伍 又迎来了一位破灵人 有了克莱的加入 让元人第一次打出反应 可及时这样 队伍里依旧空缺了一个位置 而在4.0版本 元人玩家的队伍 终于凑齐了四个人 林尼特的加入 让元人玩家能打出 延元素外的所有元素商牌 解除限制 堪称史诗及加强 为了庆祝这名元人玩家 评论区甚至有分化大罗 画图中文 画面里 三名队友都在庆祝林尼特的暴击 五个国家 三名队友 毅力与高端的暴击加持下 没被神明注视的普通人 却从未失去冒险的勇气